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认为这本书经得着这么久的时间考验 作为一本入门的认识中共和中国从历史角度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我认为这本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只不过是一杯咖啡的价钱就可以拥有这本书的电子版 之前有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你不出电子版 现在出了 希望大家支持 今天我想说 我其实还没离开香港之前 因为很多顾忌 对某些地方的政治问题 可能不可以在香港 尤其是在商台节目 这么露骨地批评 但是关于美国的政治的深层问题 可以说是肆无忌惮 所以在光明顶上我出了名是罵拜登的 但是我罵不是人身攻击 我认为拜登和民主党的问题 是一个很深层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就是决定了人类的未来 就是说我们最大的威胁 如果你说外来的威胁就是这个极权主义的威胁 极权主义只剩下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控制了十几亿人 你看看香港这十年八年的变化 你就知道多么痛苦了 是不是 但是为什么他一直都赢 甚至输了都可以变成赢呢 就是因为他对面的抗衡力量太软弱 软弱的原因就是因为内部的腐败 内部的腐败就是美国内部的腐败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看到 就是 乌克兰 现在无论你说乌克兰的政权多贪腐也好 你多不喜欢扎伦斯基也好 乌克兰的人民天天在流血 天天在国家被破坏 人民流离失所 这么多人死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 就是因为 这个侵略他的黑暗力量 就是普京所领导的 这个俄罗斯政权 他肆无忌惮 为什么他肆无忌惮呢 因为他看穿了这个西方世界里面的那种分裂 那种软弱 和美国的那种不堪的内症 不趁你病 拿你名字 所以我今天要说就是一个 美国的 南球员 这个呢 他声称自己是一个女人来的 不过我看过他的访问 我又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女人了 我认为他是 Biological 可能真的是女人来的 但是他的声音都是男人来的 不要紧要 这些见怪不怪 这个叫做Britney Greiner 这个美国的国家队南球员 拿过奥运 即是出席过代表的国家 打过奥运 这个Britney Greiner 他就有一个黑人的老婆 即是同性婚姻的 但是这个就不是一个问题 就是今年年头的时候 他进去俄罗斯之后就被拘捕 然后呢 搜出他身上有少量的大麻油 而他也同意承认了他的罪行 所以我认为这个不是一件政治事件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法例 如果你在俄罗斯从事间谍罪 而被捕 我认为这个是政治事件 但是如果你在俄罗斯 发觉你藏毒或者吸毒而被捕 那这个你没得说的 所以他也认了罪 认了罪之后判了他的牢 但是呢 美国就在十几年前 就捉了一个军火商 叫做死亡商人 Merchant of Death 这个俄罗斯人 他的名字叫做 Vi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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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特 Victor Bolt 这个Victor 他就 被称为 这个死亡商人 因为他 向很多恐怖分子 恐怖组织 卖武器 赚大钱 而呢 很多美国人的生命都死在他手上 所以美国就捉了他之后 判了他二十几年监 那他就在坐牢 坐了十几年了 OK 那么 现在的问题就是把一个美国黑人的女运动员是因为毒品罪名被逮捕的一个人 以及这个手上有美国人鲜血的一个真正的罪恶滔天的恶冠满形的罪犯 一个就运动在美国 一个在俄罗斯 就做一个交易 你看一下这件事 这件事是多么荒谬 荒谬的地方就是说 第一 这是一个政治 和人道的问题 第二 就是一个 我不知道什么问题 是不是 那么 你如果这样 你的价值观究竟在哪 第二 就是说 这个女的运动员 她 那个 就是真正的政治家 或者其他的价值 人命的价值 就是这个世界很多人都死了 很多人都坐牢 很多人都被捕 可能有些偷野 有些抢 有些强奸犯 有些运动 有些藏毒 有些地方很不公平 世界各地的 法例都不同 是不是 在大部分的西方国家吸毒 最多坐牢 贩毒最多坐牢 但是在某些国家 是 贩毒 是会死刑的 为什么要去那些国家 犯这个 和毒品有关的罪案呢 这样的一件 是什么 就是说 究竟 为什么要将一个 手上有 有美国人鲜血的 这么大的罪行 一个人 作为一个交易 你释出一个什么信息 是不是 现在 还有一件事就是 就算我不讲道德 我只是讲价值 这个女运动员 我想 你用一个 就是用一个 货币的衡量 可能值10元 这个军火箱应该都值30元 你用10元去换30元 那你就做了吃虧生意了 最初呢 他们就打算 大上头 因为美国有一个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 叫Villain 就真的犯了间谍罪 在俄罗斯被拘捕 一直以来 美国的不同的政府 都是传闻 就说 想跟普京做交易 那他呢 就开头大上头 放风 一个换两个 是不是 我将这个 merchant of death 送回给你俄罗斯 你将Villain 和这个 griner 两个一起换 这样呢 你就可能就却数了 因为这个值20元 那个值10元 隔着30元 30元 换30元 我告诉你 我不说道德的问题 但是你明显 吃一张给普京 或者普京 是不是 那你现在就是做虧本生意 就是美国打开门口 做虧本生意 那你的面子就放在哪里 是不是 但是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如果在以前 就是今年2月之前 没有乌克兰的入侵 你和普京 谈什么都不要紧 因为大家都仍然是有一个对话的一个空间 还有呢 他没有踩过那条红线 但是 去到现在 乌克兰的那个刑制 都没有解决 是不是 你又声声 口口声声说要制裁 又说到自己大意想言 那现在就自打嘴巴了 如果你说要制裁又说普京是空手 普京或者普京一样的 不是因为俄文呢 就是普京的 那个发音在中间的 就是普京呢 就是你说到他一无是处 你又要跟他做生意 又要跟他对话 还要洩给他 这样的时候 你觉得他还会害怕你吗 那就是说 如果你做一宗这样的交易 丢人现眼 你觉得 乌克兰的前景是不是很坎坷呢 那我说到这里呢 坐在那里 躺在那里赢的那个就是习近平 我就不想说一些太负面的东西 但是想起来一样东西就是 如果你是一队强队 人强话壮 但是只是懂得射自己的门 你谁跟他打你都会赢的 是不是 因为现在不是输人是输自己的嘛 那你 普京 习近平都看普京 跟习近平都看到这件事的 所以我有时候做一些事情 七双拳 打倒自己的 其实我计算过这条数 都还有好处 因为为什么呢 十几亿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定有一些内部的力量 是一个隐患 那你毛泽东 引蛇出动 从反右开始 这个已经玩得非常精 就是说你将那些 紧如的知识界年轻的 有学问的 有思想的 有担当的一些人 不多 十几亿人里面 但是他们除了吃饭之外 还要自由 还要尊严 还要争取民主 还有他们够胆 叫习近平下台的这帮人 就是说 我现在在这里清零 在这里搞 搞到里面 难租租租 然后呢 搞到那些人顶不住 搞到那些人上街 然后将那些 带头的人 全部呢 就好像 灌一些 漂白水 吹在那个洞里面 那些蟑螂 那些蛇蟲 那些蛇蟲 他认为 总之是对他有害的 那些东西就涌出来 然后就一举 铲平 就是对习近平来说 有什么所谓 他对人命 是不尊重 他是一个 黑帮的首领 所以就说 我现在 不知道 有人躲在哪 但是我看到 彭在舟 在四通桥 弄这些东西出来 我就坐立不安了 好了 其实我有了后着 就是说 到那些人一被我拘捕之后 我就立刻停止清理 剧中了 三年玩完 然后我就开动一切宣传机关 去 唱好中国故事 但是那些带头 不是为了吃饭 不是单纯为了核酸 而是困了自由民主 人的尊严 而是针对习近平的那些 知识界的力量 就一网成禽 是吧 而你美国就继续烂下去 然后呢 就是 现在就这样搞这些交换人质 然后 我们见到 是吧 沙地亚和习近平 就一起两剑 是吧 而呢 普京 普京在这个乌克兰里面 继续打下去 就把这个乌克兰 打到烂了 然后最后呢 就是一个对 乌克兰非常 不利的条件之下 欧盟在里面 压迫 德国在里面 压迫 然后逼他和谈 你人质交换都做得出 是吧 囚犯换囚犯 罪犯换罪犯 你完全没有原则的 你如果这样的东西都做得出的时候 那你普京又 又有什么顾忌呢 是吧 那就是你那些制裁都是假大空的 所以整件事就说 虽然是小小的一个篮球员 但是 做了这个交易之后呢 你更加被人看不起 未来的日子 是会更加艰难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